关注到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经过好几个月的交火 现在出现了停火曙光 美国媒体报道双方大致同意了停火条件 接下来美国总统拜登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会宣布停火细节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连日遭到乙军猛烈轰炸 其中一场轰炸造成至少29人死亡 而郑主党也在24日进行大型的火箭攻击 发射了数百枚火箭 不过在双方战事猛烈进行的同时 停火的曙光也在浮现 黎巴嫩国会副议长表示 由谁监督停火谈判的癥结问题已经被解决 而据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政府方面召开内阁会议的目的 也是要签署停火协议 有黎巴嫩官员引述美方说法 称拜登和马克宏将会在双方同意后 随时公布只想60天的停火协议 而远在意大利的G7国家外长会议上 讨讨论的重点也是在中东冲突上 由于G7国家中的意大利和加拿大都已经表示 会响应国际刑事法庭对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的通缉令 但美国总统拜登却批评了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 因此意大利外长表示 希望G7能够在这场会议中达成一致共识 华人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而其实在我们中华队内 有不少的球星都是从桃园的平正高中毕业的 这里就培育出了像是戴培峰 江坤宇还有林立等人 从高中的棒球队就奠定了打击还有投职的实力 现在学弟们也发愿说 未来要跟大学长们一样站上世界舞台 打击手摆出预备姿势 摒气凝神手一挥精脆声响 另一边还有其他球员穿戴手套 两两一组练炮接 桃园平正高中可是不少中华队成员的孕育地 江坤宇像就是在守备这方面一直都很足处 在打击的部分上野率和安打率率都很高 他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就很自律 然后是一个很认真的 不只有江坤宇毕业于平正高中 另外像是戴培峰林立也都是这所高中的杰出校友 曾宋文也曾是这里的学生 后来转学到玉礼高中 江坤宇是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他的身材比较并没有那么突出 他练习结束的时候 他会比较着重在自主练习 林立他本来就是球队的一些 长打能力比较突出的选手 所以他一直在精进他自己 除了平正高中出球星之外 桃园开南大学也培育许多杰出球员 像是林玉明 岳东华 曾松文等人都有亮眼表现 看着学长们风光摘金 场上的学弟们也期盼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下个明日之星 欢迎新闻 陈棉 宋军 姓姆珍 桃园报导 总统赖清德 下午也在府内接见台湾英雄们 感谢他们让世界看见台湾 行政院长卓榮泰也设午宴为球员接风 其中队长陈杰县优异表现 获得全台民众高评价 陈杰县则是谦虚说只是幸运 反台首席一晚台湾队长陈杰县一身帽踢 11点多现身军月饭店 中华队12强夺冠接受行政院长卓榮泰午宴款待 双手接下道谢卡尔队长陈杰县回礼 送上纪念球衣 大合照环节当然要比出经典首饰 每个人胸鞋框出帽踢上台湾字样 回到自己国家当然更要大声喊台湾 就是希望能够穿这件衣服 然后亮相给大家看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都是台湾人 我们都很骄傲 而被问到外界高评价则是超级谦虚 我只能说这次的赛会 我很幸运地展现出来 我觉得我自己是幸运的 不是实力多好 欢迎棒球台湾队来到总统府现场 镜头传道总统府英雄大游行之后 由教练曾豪居与高志刚带队 首先传入剑门 总统来今的也亲自迎接 互相握手机长 致辞还特别点名生日球员 创纪录拿下世界冠军 这群英雄们再次让世界 看见台湾 欢迎宣传陈彦中美达台北宣布导 为了迎接夺金的中华队 棒球英雄台湾省用大游行登场 不少球迷提早到场卡位 其中在管前路的英雄谷 更是聚集大批民众 带着国旗和听台湾骑之 想要一睹中华队球员的风采 全场热血沸腾 高唱台湾省用应援曲 夹岛欢迎凯旋归国的台湾英雄 舞台上啦啦队女孩们 卖力唱跳带动气氛 中华队成功夺下世界冠军 让全民嗨翻天 名单出来的时候 大家确实都不看好 甚至就算我们拿去年 WBC的经典赛阵容来打 可能都不一定赢得了 这次12强 但是这次从后勤 到教练团到选才 还有全台湾球迷 说实在的还有球员 真的不得不说 就是身为台湾人 真的很骄傲 也真的很谢谢他们 所以不管怎么样 就算今天要请假要干嘛 我们都还是很希望 可以来跟他们说一声谢谢 好我们可以听到 球迷真的都是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兴奋 这一次中华队 可以在一开始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成功的逆转 击倒强敌日本 球迷喊到嗓子都哑了 球衣放球帽还不够 自制小板斑 就派人吸引球员们 多看一眼 英雄车队所到之处 胜利的金色指花满天飞 本来想说就穿雨衣 球员们还有就是教练们 就是鬼灰教练教练们 还有所有工作人员 大家都很棒 亲台湾 26号下午3点20分 万人涌入英雄谷 还有球迷 中午12点就来卡位 台湾英雄们挥手参笑 而陈杰县和林家政 在同一车 更是让陈太太和家政父们 为之疯狂 中华队用任性 永不放弃 写下棒球史新篇章 台湾享用 听台湾 欢迎新闻张 上海 黄轩轩 台北采访报道 听台湾一定要的 为了敬念这难得的成就 网友就提议 把这个500元钞票 从原本台东南王国小 少棒队 换成夺金的中华队队员 传出总统赖清德 慎重考虑 但是呢 钞票改版 会涉及到庞大的预算 我们看看央行决定 东京巨蛋 响起国旗歌 这一刻台湾球迷 勒泪银筐 中华队打败国际赛 27连胜的日本 夺下冠军 全名嗨翻了 而现在呢 更是有网友提议 要把500元上面的 棒球小将 变成这一次夺冠的 中华队球员 社群媒体上 已经出现各种花式P图 让冠军500元钞票 提早兑现 而现行的500元钞票 是台东的南王国小少棒队 他们在民国87 88年连续两届 获得世界少棒冠军 钞票上的照片 是在关怀杯少棒锦标赛 球员夺胜 欢呼抛帽 有议员透露 总统赖清德 也有意更换钞票 可以吧 应该这个蛮合乎 现在的潮流 神节线 他说那个蛮传奇的 500元也很久没换了嘛 那一个还蛮新鲜的一个想法啦 我觉得还是可以支持 不过要改版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现行钞票的硬币 图案是在2000年改版 从中央银行108年度预算来看 要换500元的印制成本 要6.66亿元 所有钞票换新 更是要花费超过107亿元 现在如果改版 经费只会更多 我是觉得他如果真的有 每年都夺冠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每天都要使用的东西 如果他只有一年的话 我觉得 当然相对费用来说 CP值就 嗯 欢欣超时间成本太高 因此中央银行决定 效仿生肖纪念套币 准备发行独家限量的 12强夺冠纪念币 让台湾英雄夺冠的这一刻 永远留在台湾民众心中 欢迎新闻 张翔宇 黄学轩 台北报导 中华队夺冠全台欢腾 但是这样的行为 会不会太夸张了呢 昨天中华队英雄们回台湾 淘机涌入上千位 球迷粉丝街机 结果却出现了黄金之乱 因为有免税店的员工 和董事长等人 趁乱硬卡C位合照 挤掉了球员和教练 引爆球迷怒火 还被网友大象要抵制巨买 今天这位董事长 也亲自公开鞠躬道歉了 我们对现场的秩序 及服务品质 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我们深切的反省 也对所有关注此事的社会大受 事上最诚实的歉意 90度大鞠躬 采蒙董事长古肃秦 亲上火线 亲自道歉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25号晚间 中华队英雄们回国 没想到主角变成配角 因为跟副总统 萧美琴合照时 一群小黄人印卡C位拍照 董事长古肃秦也在其中 小黄人一路紧随 采蒙甚至全程录影 上传脸书 让全民气炸了 现在采蒙免税店 被网友大象要抵制 还说真的很难看 也批评采蒙根本就是惯犯 逼得采蒙紧急关闭脸书 躲避全民怒火 在桃圆机场迎接 中华队时所发声的书诗 申表歉意 台湾新闻前面 有博士谢米珍 桃圆报导 受到接连风灾影响 南台湾的产地欠收 也让菜价是一路飙高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每公斤批发均价 已经冲破了60元大关 比起去年同期贵了七成 上市轻松一把230元 高丽菜每公斤飙到了73元 菠菜也要140块钱 便当店业者也撑不住了 已经不提供空心菜 这边有番茄炒蛋 麻婆豆腐 另一头炒丝瓜上菜 丰富的菜色 但独缺空心菜和菠菜 你好我想要外在 好 请问你们有空心菜吗 目前没有 因为现在菜价比较贵 所以目前不会有空心菜 真的 那高丽菜 高丽菜吗 菜价有多贵 台北农产批发中心 25号平均批发价 冲破60元大关 26号照样维持在60.5元的高档 就是因为台风接力赛 浪产地蔬菜欠收 就连根筋瓜果类也好贵 该菜从9月26号 每公斤70元 到10月26号涨到73元 菠菜更涨40元 瓜果类部分 苦瓜要价更从130元涨到210元 玉米则涨幅55元 来到果菜市场 蔬菜价格也是好贵 像这一把青葱就要价230元 夏天跟冬天的菜来交换 就是比像那个菠菜空心菜 那个量还不是很正常 空心菜要结束 冬天的菠菜刚好要出来 那个价差的话还是蛮大 那个最少都70 80几条 很贵啊 上去就下不来了 真的超贵的 每样都贵 每年11月应该是蔬菜盛产季节 菜价应该平稳 没想到现在变成一口气飙涨7成 秋冬菜价贵桑桑 现在想吃菜荷包也得先瘦身 欢迎新闻承霞英语子听台北报道